大家好 好久不見 超久沒有錄Vlog 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都在做些什麼 因為我下禮拜要去年度復訓 所以應該是說我最近都在忙一些公司 要準備付費的一些前置作業 包括說我下禮拜要回去達拉斯年度復訓 要先復訓完才可以回去上班 那復訓之前就有很多線上的課程要先做完才可以去復訓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些 不是一些 很多線上課程 其實蠻煩的 就是很很繁雜啦 然後復訓就是兩天一夜會在達拉斯 那其實我現在是超級不想要坐飛機那些的 可是我覺得蠻蠻無奈的吧 之前去年的時候就是因為疫情正嚴重 才會想說要請長假不要飛 但結果現在又被公司強迫要復飛 結果現在又有Delta的病毒變種病毒 所以我都覺得真的躲不掉也沒辦法 疫情感覺沒完沒了 那我現在除了要做線上的課程之外 我還想要稍微來看一下我們那天就是 復訓的行程是什麼 然後看一下會住在哪一個飯店 因為我應該會趁這個機會去見一些 受訓時候的同學 類似愛達拉斯的人 因為我想說都人去那裡了 然後就可以順便跟他們碰個面吃個飯之類的 所以我也要先知道 行程到幾點才可以跟他們約 其實每次要回去復訓都會覺得很煩吧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理解這種感覺 其實我們復訓並不是特別的難 或是很可怕很緊張都不會 是輕鬆的 講輕鬆嗎 就是不是太有壓力的那一種 我覺得最讓我覺得煩跟有壓力的部分 應該是你必須要從你所住的地方 你的face去到達拉斯這個trip 因為像我之前在芝加哥 我都已經覺得夠遠了 但我現在又在加州 所以從加州過去達拉斯就要更久 所以就會覺得好煩喔 我就是不想要坐這麼久的飛機 我覺得煩是煩在這個部分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光看訓練本身的話 其實還好 就像是一個既定的公式 你就是要去做 包含你要喊那些逃生口令啊 然後上CPR啊這類的 就是其實不難也不可怕 但就是算是 有時候會覺得說一年就是要做這麼一次 也沒辦法 所以我通常會盡量就是能跟 base在達拉斯的同事 吃個飯什麼的 就是能夠讓這件事情 比較值得期待一點 我就會比較心情沒有那麼糟糕 好 剛剛忘了說還有一點我覺得 蠻煩的地方是 就是他們現在找不到我的組員ID 因為我之前不是base在芝加哥嗎 那我想說我的組員ID不知道 因為好老實說我之前也就是 沒有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說反正我就還沒有要回去飛 沒那麼快 但因為我現在就是要回去飛 我就想到說我還沒有去領我的組員ID 所以我就先打去芝加哥的辦公室問 但他們說我的ID已經不在那裡了 所以我想說好 那應該可能是在LA吧 因為畢竟我現在是LA base 所以我就打去LA問 結果LA說也不在他們那裡 所以我現在就不知道我的ID到底是去了哪裡 我是知道說不可能會有問題啦 就是就算真的他們既丟或什麼的 他們應該也會幫我重新再用一個 可是就是覺得說沒有很順利這種感覺 每一關都卡住 沒有辦法很順的一次走完 所以就覺得有點煩 就現在不知道ID在哪裡 然後LA的主管就跟我說他會幫我找 看下個禮拜有沒有到 再打電話給我 但反正就是會有一些這種小事情 就是會覺得很暗雜這種感覺 哈囉大家 我後天呢就要去達拉斯年度賦訓了 所以我想說我今天要來收行李 然後讓你們陪我一起收 順便看看我這樣出去受訓 我都帶些什麼東西 那這次的目標呢 是要把所有東西全部塞在這個包包裡面 我的組員ID還沒有找到 所以我不能走組員的通道 還有辦法我不想要check-in行李 因為如果我check-in的話 我到達拉斯就還要等行李 才可以去訓練中心 就會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想要全部都帶carryon就好 所以我不能帶很多液體 首先是我的電捲棒 我覺得我現在頭髮已經又長長了 所以不整理會看起來很沒有精神 我覺得我之前剛剪頭髮的時候 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不太需要去整理頭髮 就會看起來不像剛睡醒的樣子 就是短頭髮的好處 可是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就要頭髮又長長了 所以還是需要整理一下 所以我就會帶著我的電捲棒 然後這是我的眼鏡 這裡面就是有一些內褲 我還會放襪子在裡面 我最近就是用要付費的事情 用到我自己覺得自己壓力有點大 我昨天晚上這樣做夢夢到我上班遲到 就是我睡過頭下行這樣 整個是跳起來喔 想說完蛋完蛋了我睡過頭 結果根本也沒有要去上班 日有所思也有所夢 然後自己想很多 這邊就是一些我會帶上飛機 跟帶在身上的防疫的東西 像包括那個叫什麼消毒手 就是噴的消毒的 然後還有這邊有一些消毒紙巾 我都會帶在身上 然後我通常這樣出去我一定都會帶一些止痛劑在身上 就是我怕有時候會頭痛啊 或者是如果生理期來的話會生理痛 反正就是我覺得帶著一些一兩包我會比較放心一點 護手霜 因為如果在外面要一直不停的消毒的話 手會比較乾 這個是卸妝的卸妝棉 因為我不想帶太多液體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就有兩天一夜就用卸妝棉就可以了 我還特別去買了旅行用的牙膏還有洗面乳 這是我的化妝包 裡面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 就是兩天一夜過夜這種的東西 還有口罩 我說的我這次要去見一個我受訓時候的好朋友 她是一個香港的女生 她跟我受訓的時候非常的好 現在也還是很好 只是因為她被塞達拉斯我們比較少見面 然後她兩年前生了小孩 所以又更忙 所以根本很難去碰到面 我還沒有見過她的小孩 因為她生了小孩之後就疫情 我又開始放無薪假 所以我也不太可能飛過去找她 反正這次要去達拉斯 然後我就順便去看一下她跟見一見她的女兒 因為我都還沒見過她的女兒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小朋友的衣服 要去送給她女兒 我真的覺得小朋友衣服超級爆可愛 隨便買都隨便可愛欸 然後你們看我還買了一件leggins 超Q的 是獨角獸 你看然後好小喔 我覺得到底是 誰進得去我都覺得好難想像人 曾經這麼小 超可愛摺起來才這樣而已 買了一件吊帶褲給她 我覺得小女生穿吊帶褲超可愛 因為是兩天一夜 所以我就還要戴睡衣 還有第二天要穿的衣服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錢包 我通常如果要出去外面比較簡便 我就會帶這個 這是我婆婆送給我的 裡面就是會放一些 就是信用卡啊 身分證啊這些的 因為我的組員ID還沒有找到 所以我就還是要帶著我的護照 因為要雙證件才可以進去訓練中心 就比較麻煩一點 通常啊如果我有在Suffera買東西 我都會那個試用品我都會選香水 因為這樣很方便 你如果有要出去小旅行的話 你就不用帶一大罐 你就只要帶這種試用品小小罐的就好 然後我這次選的這一罐 它是 我沒有聽我之前沒有聽過這個牌子 它叫做Juliet Has a Gun 好像是法國的牌子 然後這個口味是Pair 就是梨子的口味 然後我覺得它的香味是讓我驚豔的那種 我覺得超級無敵好聞欸 好香喔 我覺得是很適合夏天的味道 因為它非常非常refreshing 就是很淡淡小清新的味道 然後真的就是梨子的味道 我覺得好好聞喔 我之後一定會去買大罐的 我覺得這罐超香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店裡面試聞看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應該有吧 台灣現在好像什麼牌子都有 反正它就叫做Juliet Has a Gun 然後味道是Pair 真的超香的 我好喜歡喔 我已經很久沒有換香水了 就是我怎麼樣用都是用那幾罐 可是我這次聞到這罐 我覺得它是值得買大罐的那種香 差不多就這樣了 這就是我會帶去年度復訓的東西 我最近啊 因為要開始回去復飛 覺得自己壓力有點大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啦 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很久沒有上班 會有點緊張 還有一點是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 住在芝加哥 然後base也在芝加哥 就是我不用commute去上班 但我現在變成是 我必須要commute 因為我住的地方沒有美國航空的base 所以我再怎麼樣都一定要飛過去上班 我的我飛的這七年吧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commute過 所以我會有一點緊張 就不知道commute的生活會是怎麼樣 其實還蠻簡單的欸 我婆婆之前有說過 她說她覺得我很厲害 我可以travel light 就是不帶什麼東西就可以去旅遊 其實我覺得是看情況 就是如果要我帶很少 我是可以帶很少 可是如果要就是等於是 就是如果沒有任何的限制 讓我可以隨意帶 我也是會帶超爆多東西 然後沒有用的東西全部帶去的那種人 只能說我很flexible 就是我可以帶很多 我也可以帶很少 我現在在等要去找我朋友的Uber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是有一個國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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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那時候受勸第一天就是來這裡參觀 我現在就在等我的Uber 我現在就在等我的Uber 它是超爆熱的 我太久沒有回來 然後忘記這邊有多熱 今天睡在我朋友家 然後因為這是人家家 所以我就不太方便在裡面露營 那反正我今天還剩一天 然後我今天訓練完之後 要見另外一位朋友才會回家 這邊好多兔子喔 你看得到嗎 它在跳 我原本以為那是老鼠 嚇我一跳 各位觀眾 我做完年度復訓了 超開心的 我現在在等我的朋友來接我 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因為我的飛機到晚上七點才有 才可以回家 所以我現在在等我朋友來接我去吃飯 我們吃完飯之後 他會送我去機場 我就可以回家了 現在手已經剃去 因為我每次來 因為要開開關關非常多機艙門嘛 然後要很多次很多不同的飛機 所以我每次來都會鐵手 每次最重的都是737那個門 我不知道是他原本就比較重 還是說是那台的simulator比較舊 所以反正每次737都超爆重 然後我現在手超痛的 我超想去按摩的 可是美國按摩很貴 所以I don't know we will see 然後我這次有拿了幾個公司的口罩 我覺得超可愛的 上面有小小的美國航空的logo 要不是從美國寄東西回台灣 非常麻煩 不然我應該來半個抽獎 抽美國航空的口罩送給你們 你們有人會想要嗎 這個口罩 我現在在達拉斯機場在等我的飛機 我已經在登機滿了 真的好累喔 我剛跟我朋友去吃牛排館 我坐在牛排館 完全眼睛一閉上就可以入睡的狀態 超想睡覺的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機場的狀況 我覺得人還蠻多的 你看是不是超多人的 你看是不是超多人的 可是今天也是週末啦 所以 那我現在就是真的超想回家的 希望能夠趕快到假 我想洗澡跟睡覺 好 你真的真的給我花花嗎 好久不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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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尷尬 你看我老公買花給我 我只不過去一天而已 兩天哪 兩天哪 Thank you boo Nice to be home 大家早安 我昨天後來回家之後整個就是 完全是暈倒 超爆累 然後我很想要消毒一切 可是真的太累了 而且我後來昨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昨天水喝不夠多 加上說我很累 我沒有睡夠 所以我後來在飛機上就有點頭痛 然後就人有點不舒服就對了 可是後來回家之後我就趕快洗澡睡覺 今天早上起來就覺得好非常多 我覺得睡自己的床真的超舒服的 回家真好 我後來洗完澡之後 因為我通常就還會敷臉啊 做一堆有的沒的 我昨天完全沒有辦法 我什麼都不能做 反正我就是累到爆炸 我洗完頭之後把頭包起來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 真的就是要暈倒要睡著 結果後來還好是我老公還幫我吹頭髮 我應該說也不是說什麼多愛乾淨 就是可是我是一個一定要每天洗頭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我洗完頭我一定要吹頭髮 就是我不喜歡頭髮濕濕的的感覺 所以如果今天我真的沒有吹頭髮就睡著 就可以知道我有多累 就是我連吹頭髮的力氣都沒有 我連他後來來睡覺我都沒有感覺 反正我真的就是整個人暈倒 我累炸 今天沒有要特別要幹嘛 我應該會打掃一下家裡 因為我真的不在家 反正一切就是百費待絕的狀態 洗碗機也都是髒的碗盤 他也沒有跑洗碗機 然後還有衣服很多也要洗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些雜事 之後我們晚餐應該會去婆婆家吃 我非常期待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兩天沒有好好吃飯了 我要去叫我婆婆餵我 我現在就是要去簡單的抹一些防曬 然後就可以開始我的一天 來給大家看看我老公 昨天買給我的花 你們看是不是很美 他特別跑去遠的地方買的 他說因為那邊的花比較漂亮 先生 你想我嗎 他有想你啊 多想0到100 110 那你昨天有沒有 前兩天有沒有 enjoy your me time 沒有 沒有 很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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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自製薑茶 有沒有很Asian 唉唷 他就把薑切一切之後倒熱水 就變成也不是茶啦 就是薑水 你有什麼想講的嗎 昨天我就回來了 我就煩你 而且我今天早上就踹他下床 我說去煮咖啡 你有懷念嗎 他催我很大力了 你有懷念嗎 因為我試著推他 可是因為他太重 推不動耶 我推他就不動如山喔 我怎麼推他就是不動 所以我就只好用try的 有人煩你還不錯吧 而且我昨天有跟我媽媽講 你拿花來接我 假分喔 我覺得我媽很可愛 我媽說 我前幾天才知道 我們之前從 就我們不是三四月回台灣辦婚禮嗎 然後後來回美國之後 我媽說在我們剛回美國的時候 他有一點點憂鬱 就是可能家裡原本很熱鬧 然後突然間變得很安靜 那時候他覺得有點低落 然後我老公就在旁邊說 媽媽你想我嗎 然後我媽就說 對阿對阿想啦想啦 因為我媽不是一個會去 這麼表達自己 感覺的人 他比較 也不是木讀 就是 他不是那種會 我該怎麼說啊 反正你要他這樣 他就會覺得有點尷尬就對了 雖然說他真的是想我們 可是他就是會覺得 硬要逼他講這種感覺的時候 對他會有點害羞 他會有點害羞 Maybe I should put it this way 我們現在要去買 Tacos當午餐 老公說想吃Tacos 可是我應該不會吃太飽 因為我晚上要去婆婆家吃飯 我想要吃很多婆婆的菜 我非常懷念被餵食的感覺 前兩天都沒有好好吃飯 前兩天都沒有好好吃飯 跟妳說這個超好吃的 剛剛為了找冰淇淋脫對了 現在要去找我老公 我拿了這個 他拿了這個跟 Avocado跟生菜 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 我現在要來買Pancake Mix 有超多種的 我之前有吃過這個 我覺得很好吃 要拿哪一個呢 我超愛南瓜的一切 我想試這個 I don't know but the buttermilk and honey looks pretty good too 讓我老公選好了 讓我老公選好了 你要哪一個 OK OK 我把這個放進去 老公選了 buttermilk and honey 好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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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 你看這完全就是我會想要看的東西 OK maybe I'll get this 我在跟你們說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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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keeping Lucy though 我也有冰淇淋 OKOK Let's go let's go need to go let's go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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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樂 快點 快點 1.2.2.3.3. 白髓 1.3.4.2.4.3. 白髓 Are they loving your work so far? Yeah. It's underneath there. What kind of fish is this? Halibut! Oh! I just got here. Aww! And pasta! It smells so good! Are you kidding me? Wooow! Wooow! It's good! Just a chug more lime. Oh, yummy corn! Wooow! Okay, can we eat this? 有玉米、沙拉、麵包 婆婆自己做的麵包加自己做的奶油 有魚 Halibut中文不知道是什麼 Pasta! That's it! Happy! Happie! You're so funny! Are you trying to come up? You wanna come up? Good boy! No! No! What's this? Yeah, and she's going to擦 They're so good! Why? So good! It's so good! You know... It's so good! 這個檸檬已經煮熟了 已經煮熟了 哈囉大家 因為之前有人問我說 我的現在的頭髮是怎麼整理的 所以我想說我可以快的錄一段影片 來跟你們分享我現在怎麼整理我的頭髮 那因為其實蠻簡單的 不用五分鐘就可以結束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這個長度還蠻好整理的 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現在是起床之後 我頭髮都還沒有用 就是我只有用梳子梳開而已 所以這個膨度是本來就在的 那你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 我整理完之後的卷度跟膨度哪裡不一樣 但是本來我頭髮就沒有到太塌啦 應該這樣講 然後我長度大概現在是在 胸部這邊 那一樣就是拿電棒出來 其實我就是用之前的電棒捲 我沒有特別去買新的 就抓出適當的量 其實也沒有說特別多或少 但就是一把這樣 然後我通常就是乏尾捲一個彎而已 就是至少看起來比較有整理比較有精神 就這樣 那其實也不用停太久 我覺得有一個彎之後就會感覺 比較有造型嗎 就是比較有精神 不會像劈頭散髮這種感覺 然後電捲棒的熱度記得調最熱 因為你只有捲一個內彎的時候比較容易掉捲 因為畢竟它就只是一個彎 所以你記得要電捲棒調最熱才可以比較持久一點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然後另外一邊也一樣 然後其實髮尾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捲瀏海 那你就是抓出瀏海的部分 然後其實也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順順的捲 但是瀏海不要停得太久 因為如果你停得久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很捲 可是因為你只有髮尾一個彎而已 所以如果瀏海很捲 就會感覺好像有點不搭尬的感覺 如果你這邊髮根的地方想要再膨一點 你可以夾髮根就好 你看這樣一個膨度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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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一點的髮根也可以稍微夾一下 讓頭髮膨一點 就是這樣 看到嗎 然後這邊也一樣 其實如果你髮根有夾膨啊 就不會那麼 這麼貼頭的時候 就會感覺比較有精神一點 然後如果覺得瀏海不夠準 就再稍微順一下 你要的應該就是一個彎度而已啦 所以頭髮這邊就會有一個膨度 應該有比我之前還沒有夾的時候膨吧 就是會有一個弧度在這邊 如果你要的話 可以再用自己平常洗完頭的髮油 你只要用一點點就好 然後你就一樣抹開 之後稍微這樣抓一抓順一順 它就不會毛毛躁躁的感覺 然後包括瀏海也是 然後你可以抓起來之後這樣繞一繞 瀏海有時候你剛捲完 它會有一點不自然 等它一下時間久一點之後 它比較掉捲之後它就會很順 然後膨度就還是會在 我不太會去抹定型液 因為我不喜歡頭髮有噴東西的感覺 但通常我不太會掉捲 所以是還好 但這就是我平常怎麼整理頭髮 我如果沒有要出門是不會用 但是如果有要出門 我當然會稍微捲一下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弧度 就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我要用的甜點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 它裡面就長這樣 有點像是鳥窩的那種感覺 一部Pistachio的碎片 還有一個Syrup 可是我覺得我上次吃過 我覺得不加Syrup就很好吃了 但我老公喜歡加一點點Syrup 就是放到烤箱裡面烤20到22分鐘 直到表面金黃就可以 所以其實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它現在是 烤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它就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顏色 你看它就會長這樣 然後你如果細看 你看到那個起司在冒泡泡 超美味的 那它照理來說呢 是要先淋Syrup 可是因為我不想要加Syrup 所以我就會直接把Syrup放在旁邊 我老公可以自己加 然後我就會把Pistachio淋上去 老公 老公 Dessert 對我們現在也要試試看這個Ube emoji 還沒吃過不知道好不好吃 請 喔好可愛喔 這好醜 這怎麼沒給你生 你說我設計的很醜 這有合理嗎 一個冷的一個熱的欸 對啊就像你們的那個火香那個 冰火湯圓 冰火湯圓 你腦筋動很快欸 各位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就是這麼脆 然後裡面滿滿的起司 哇 哇 嗯 摩餅好吃嗎 嗯 吃吃看 給大家看 它顏色超可愛的 喔它超好吃 喔 喔 喔 它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嗯 嗯 我們之前買過是 那個芒果的口味 我覺得芒果的沒有很好吃 有一點偏甜 各位容許我吃這個給你們看 它真的超好吃 就是我新發現的 新發現的天堂來的甜點好嗎 你們看 你們看 嗯 這超好吃的 跟你們說起司控 一定要買 你有看到它是滿滿的起司嗎 如果你喜歡吃起司 你一定會喜歡 我其實不知道這是哪裡的 呃甜點 就是哪一國原本開始的 你看 嗯 嗯 只是吃了會有點狼狽 那它那個碎碎就會一直掉 這個禮拜的vlog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因為我最近實在是 也沒有真的特別去做什麼 然後我好像也沒有看到什麼 好看的電視劇可以推薦給大家 呃 我是有看到一部紀錄片 可是因為 這個紀錄片是我之後 快吃想要講的主題 所以我現在還不能跟大家說 那等到我之後快吃講了之後呢 我再分享給你們那一部紀錄片 我覺得很好看 我老公最近很愛看的一部劇 叫做Ted Lasso 可是我沒有那麼 被這部劇吸引 就是我覺得他的笑點 比較不是我的笑點 覺得很好笑啊 對他很喜歡 嗯 我覺得 而且很uplifting you know 他覺得很 很 輕鬆的啦 會讓你覺得心情很好 對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 就像我之前 我才在跟我老公講 就像The Office 一樣 就是我 嗯 很多人都覺得那超好笑 可是我就是不太 那不太是我的笑點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 可是我就是覺得還好 我試著看過 可是我就是覺得 沒有 沒有大家講什麼好笑啊 就我不太理解 但我覺得每個人笑點 本來就不太一樣了 就我可能覺得好笑的東西 有些人覺得不好笑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情緒沒有很好 就是也沒有到心情不好 可是也就沒有到很開心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時候也這樣 就是覺得說 也沒特別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就會覺得心情有點 也不知道低落 有到低落這麼嚴重嗎 就是你會覺得這種 嗯 就是這樣 這種感覺 然後好像有點提不起勁 這種感覺啦 那反正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 我要繼續準備 下個禮拜的快吃 下個禮拜的快吃 我還 我大概知道我會講什麼 因為我現在是有點 幾乎是同時在準備兩個 兩個快吃 一個是下禮拜 一個是下下禮拜 那原因是因為 我有在考慮我下下禮拜的那一隻快吃 是不是會再用直播的方式 來跟大家講故事 可是其實我也有點不確定 因為上次直播 嗯 我是覺得反應還不錯 可是 就像我講的 我會一直忍不住分心去看那個 留言 我還有一點點在猶豫這件事情 嗯 要不然就問問看你們意見好了 你們覺得要不要下下肢的快吃 再用直播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我是覺得可以 因為我會這樣想 是因為下下肢的快吃 其實並沒有這麼需要圖片的輔助 就沒有圖片 大家也都可以聽得懂的這種 所以我想說 這個機會就可以來跟大家用 呃 用直播的方式 因為這樣就不用 我不上圖片 你們也不會太有影響 不管直播或不直播 我都還是要準備 所以 這就是我 這幾天要做的事情 我老公這個禮拜五休假 所以我們會多一天的時間 我們可能會去附近的登山步道 所以我們會去hiking 可是還不確定要去哪裡 但反正我們會出去走走就對了 要不然他最近工作壓力蠻 也不是壓力 就是工作蠻繁忙的 比較少時間可以出去走走 所以會把握這個多一天的休假來出去走走 這個禮拜的vlog 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總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太有重點的地方 我有時候做vlog就是這樣 我就會心裡有點心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辦法理解我的感覺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沒有真的 講什麼跟錄到什麼 然後一個vlog就這樣突然間 莫名其妙又三十幾分鐘 就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看這種東西 我實在是 我做快吃心裡會比較踏實 然後做vlog就會讓我覺得 有一點 腳沒有腳踏實地這種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但反正就是大概這個禮拜的vlog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你們還喜歡 歡迎你們留言跟我分享你們 最近發生什麼事啊 聊天啊 什麼都可以 然後順便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們會不會希望下下支快吃 是用直播的方式啦 然後差不多就這樣了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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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結束 咪了個去看 我們再開排 我們就等了 我們馬上回去 我們在那邊